严和祥作为德云社少班主的捧耿 获得刚亲典的于谦继承人 也是公认的除于谦孙岳德云社第三捧耿 捧耿功底那是不用说 但最近严和祥却发文表示自己的无奈 5月4日严和祥发文称 你说话还是橡声味太重了 你演戏橡声味太重了 你这段儿还是太像说橡声儿的 这些话我们自己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 从严和祥的发文来看 面对网友的这番质疑 严和祥非常的无奈 不知道该庆幸自己的橡声功底太好了 还是该庆幸自己橡声演员的形象 在网友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 这也是困扰许多橡声演员的一个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是错的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说橡声没有橡声味那不就失业了吗 如今德云社可以说是电视剧电影综艺全方位发展 但无论参加什么节目 德云社演员给人的感觉 还是像在橡声舞台上一样 游刃有余 橡声演员的功底可以说是深入骨子了 不让其他演员的话撂在地上 每一句话都能接住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 还是在话剧中 橡声演员可以说是清显优势 参加综艺节目也是满满的综艺感 这些可以说都是橡声演员的优势 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 一个橡声演员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自己是说橡声的 应该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就像于谦老师一样 不论谁见到都会知道 这是橡声界的橡声皇后 而面对这些黑粉 也希望颜鹤祥老师不要在乎 就像郭德纲老师说的那样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相信颜鹤祥老师的路会越走越广 也期待颜鹤祥老师参加更多的节目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